大家好,我们天天说习包子的事情已经不能给大家带来刺激了 所以我们换个话题,搞点民间八卦 搞点杨真林老师和翁帆老师的故事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应该是更有趣 因为杨真林是大科学家 翁帆的故事这些年一直给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提供看热闹不像事儿大的养分 所以我们都要谢谢杨老师 中国人华人圈子里面最优秀的科学家 还有翁帆老师长着一张小清新的脸庞 这些年让我们很多逃不到老婆的人特别的生气 也特别的爱慕 杨真林有多少钱呢?有十八亿是吧?十八亿财产 他的遗书啊,他的遗嘱被公布了 不是遗书啊,遗嘱被公布了 十八亿财产全部给了他的儿女,给了他的前妻和他生的那些个孩子 没有给我们的翁帆老师,翁帆老师扭一分钱,真是气得吐血啊 翁帆老师终于是打破沉默了啊,透露了几个特别大的看点 所以说嫁给他这么多年,二十八岁便熬成一个这个,马上就要跟练期的妇女 为什么呀?说这个翁帆老师跟练期提前来临 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夫妻生活 养口子,是不是?长期以来,十八年以来就没有几个时候在一块 这个睡觉,都是分床睡的啊 你说这个二十八岁的女孩 一直到现在四十几岁了啊,快五十岁的人呢,更年期要到了 这个时候 你能想象吗?他无法想象,是不是?人都是这个隐世男女啊,是不是? 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呀 谁不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多睡这个帅哥呢,是不是? 结果呢,两口子没怎么睡觉,这是第一个内幕啊 第二个内幕呢,说是什么呢? 说这个,为什么杨振宁不给他钱呢? 是因为翁帆自己有钱啊 说杨振宁呢,早就看不惯翁帆了啊 完了以后,杨振宁也知道翁帆的是一个国安的一个特务 过来监督他的,不是过来 真的是爱慕他,嫁给他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双方都是各取所需 现在杨振宁老师那也要过世了啊,也不遮不掩,不藏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说你翁帆你手上的钱可不少,翁帆是个富翁 手上也至少是一两千万吧 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性,是不是?手上一两千万人民币吧 可以了,根本就花不完啊 还说这个杨振宁唯一留给翁帆的财产就是清华大学那一栋楼,一栋房子 翁帆是可以一直住到死的 说这个东西不是杨振宁留给他的 是杨振宁也没办法,如果那个房子它是有产权的话 它是可以就直接就留给他的孩子的 但他没有产权,他只有使用权,没有什么,没有财产权,没有交易权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经济学的道理 一个房子有没有,他是不是属于你 他主要考察第一,你有没有使用权 然后再考察你又没有这个什么交易权 这两个东西都要同事具备,如果不同事具备的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但是翁帆老师和杨振宁老师在清华大学那个房子它是有使用权的 这是政府的规定,清华大学校方的规定 所以无论是杨振宁老师是不是还活着 翁帆都可以在里面住,对吧 但是没有所有权 没有所有权的意思就是没有交易权 你不能拿出来把它给卖了,换一头钱跑到美国去 所以现在翁帆把这一个事情都抖出来了 之前说翁帆有可能是日本间谍 说翁帆一年到头段,日本跑也不怎么陪他 说这种事情 都是各执一词吧 翁帆不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 说他去日本跑是因为他做研究 而且他做研究的课题,他也是个博士,也不是一般人 杨振宁都知道 这会儿杨振宁为什么要说翁帆是日本间谍呢 还说翁帆在日本有秦人,那根本就没有我的事情 那是因为杨振宁不给他留一分钱,从情理上说不过去 我的大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你这么个老东西 你都不给我留一分钱,说不过去 所以杨振宁故意这么搞的 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两个很有趣的细节 北京人都在说,我也跟大家扯吧扯吧 首先是说什么呢 说杨振宁的儿女,好几个孩子呢 都是站在他爸那边的 很高兴嘛 有这么多钱嘛 是不是 然后都骂翁帆 说翁帆根本就没有爱我爸 是吧,没有照顾我爸一天 所以这时候我爸也心里挺明白的 是吧 还说这个以前有这么一个段子 说一个人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以后呢,他儿女也不管他 也不照顾他 一年到头也没来几次 所以呢 这个老头儿的 被谁照顾呢 被一个保姆照顾的挺好的 所以后来这个老头儿过世之前 把这个所有的遗产都给了这个保姆 让这个儿女,让这个脑头儿的孩子们 一个一个的不爽打官司 但是人家白纸黑字 人家还有公正人,你也没办法 就是现在翁帆跟杨振宁的事情是反的 说这些年谁来照顾杨振宁呢 就是他们家里面有共产党给他们安排的保姆 有费用 条件好着呢 根本不用翁帆动手动脚的 不可能 照顾什么呀 他照顾什么呀 全都是组织照顾 都是坐外边请的流鼻哄哄的 会说英文的 非用照顾的 对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现在 杨振宁的孩子们呢 一个一个都喜大普奔 但是杨振宁的孩子们有一个人 是支持翁帆的 是杨振宁的有个女儿 就在 女人跟女人之间嘛 彼此同情之理解 觉得翁帆也不容易 说人家翁小姐这么年轻 就嫁给我爸 我爸呢也不给他留一分钱 这是情境上说不过去 说杨振宁这个女儿呢 比翁帆的还大三岁 挺有意思的啊 是他最小的女儿 比他大三岁 然后就支持翁帆 搞得翁帆还挺感动 然后翁帆怎么办呢 现在就处在一个彷徨时期啊 据说这个翁小姐啊 已经通过email 通过电子邮件 全球征婚啊 说脑头子要死了 我还有这个青春的尾巴啊 40多岁嘛是不是 翁帆挺年轻的 40多岁的女人 如果保养的好的话 日子过得好的话 不错的啊 不错的 所以呢 现在翁帆的通过电子邮件呢 是不是 向全世界的这个优秀男人 发出征婚启示 翁帆是1976年生的人呢 今年47岁啊 对吧 这个女人47岁 三十如囊嘛 40呢 似老虎是不是 正是青春的尾巴的时候 女人过了50 男人过了60 基本上就泄了啊 基本上就泄了 人家这个什么 翁帆还47岁 还可以铺腾几年的 据说向全世界发布了 这个征婚启示 因为他太有名了嘛 是不是 而且这个征婚启示都是发给他在这个科学圈里面的 白人的男性 翁帆不喜欢这个 这个亚洲人啊 不喜欢中国人 觉得不行 喜欢白人的男科学家啊 所以呢 趣味还挺好 然后呢 很多人据说就是有趣有趣啊有兴趣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一 翁小姐有名 是吧 第二呢 翁小姐有钱 是吧 第三翁小姐还可以一直住在清华园里面 那也是个高大商的地方 你说你一个白人的男科学家 物理学家 那当然有兴趣了 这个肯定的啊 所以呢 而且一定要比翁小姐年纪小 年纪大了不行 是吧 其实这个翁小姐有点问题 男人要到五六十岁边上才才不行 四十多岁的男性还行的啊 但是跟女人没法比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现在就是 你去看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小视频 天天有人在说啊 天天有人在围观 天天有人在 在说他们两个八卦 你能让人家过几天日子吗 所以我们也说一嘴嘛 也很无耻的 也跟个热点啊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这个杨真林老师和翁帆老师的热闹呢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冲突 是一个价值观的看见 不是说盯住你翁帆 你翁帆也不是个什么大美女 你杨真林也不是个什么大帅哥 是不是 没有必要的 你们俩过你们俩的日子 犯不着大家的围观 是因为在价值观的层面 这两个人可能都做错了什么事情 或者都为人所不齿 是吧 你说你杨真林 你是一个美国人 你干嘛要混中国呢 是不是 而且你还帮共产党说话 所以呢 人们就想起当年的前学生 到今天的杨真林 都是没有价值观的人 都是一些个什么的 为了一点名利 而且是中国的低端名利 而出卖灵魂的人为人所不齿 所以 关于杨真林和他的 当年的研究伙伴李正道 人家李正道一说起的话 那绝对的 大喜的赞 是不是 良心科学家 人类的希望 是不是 科学家的这个什么 品德 楷模 一说起 杨真林 我呸 是不是 就骂 其实他们俩是同一块得到 诺贝尔科学科学 科学奖的 物理学奖的 所以人都是一个人 而且都是一个这个什么 科学家 都同一 都同样得奖 为什么做人的差别 就这么大呢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翁帆 就是翁帆 你 你真的是爱杨真林吗 你不过是爱人家的这个才华吧 爱人家的地位吧 是吧 结果你看 你一个28岁的姑娘正是到处约炮的时候 你结果你都没有新生活 你这个生活有意思吗 值吗 这一辈子 所以你现在吧 你乘着自己还有点青春的尾巴要开始作妖了吧 其实它是一个价值观的冲突 你觉得有道理吗 所以我们人呢 反正我到这个年纪啊 我是 我是这么认为的 什么年龄差距过大的 夫妻都是假的 我认为啊 没有那些个 就像我们以前看小说啊 看那个杜拉斯的情人 是吧 他其实就是有点情欲 是吧 那情欲还可以了 关键是你年纪太大了 说杜拉斯年纪大了以后六十多岁 快七十岁了 楼下有一个小伙子 天天就举着一把雨伞 他住在巴里 巴里不是下雨吗 是不是完了以后呢 就是要要要要要要要 想他求婚 他都六七十岁的女人呢 有什么好求的呢 其实就看中杜拉斯 一点名气 是吧 所以后来他们俩 忠于杜拉斯答应他 也没搞几天 然后就散伙了 因为他发现 杜拉斯除了一点名气 没什么特别多的财富 这个东西 所以人呢 年龄差距过大 最终体现的 就是一个敏利的纠缠 所以关于这个男女之间 最好的当然是灵魂的碰撞了 价值观的吻合 然后其次呢 是肉体的共鸣 所以我从来不这个什么 批评或者贬低两个人在一起 那种肉体的狂欢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最不济的就是为了敏利 而搞在一块 比如说杨老师和翁老师 就是为了敏利搞一块 这是为人所不齿的 所以我们都喜欢看他的热闹 谢谢